- 各位观众大家好,欢迎收看苏果生活志,我是雅黎 - 想要身体好,蔬果不能少 - 一个原本平凡的家庭主妇 - 从香草世界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- 如今她将香草带给她的美好生活 - 要和更多的人来分享 - 在中和有家蔬食老店 - 菜色总是色香味俱全 - 而且不断地推陈初心 - 时长高棚满座的老店家 - 今天梅君要带大家一起去享用 - 生草达人Julia - 十多年前因为接触香草 - 让她莫名的恐慌症不要额遇 - 现在她吃香草,种香草 - 想要把这种美好的生活形态 - 跟更多的人分享 - 我是Julia - 我是香草生活家 - 我热爱香草 - 香草对我来讲 - 其实就像空气一样自然 - 已经融入我的生活 - 所以我十分享受我的香草人生 - 因为五六年前吧 - 我有那个恐慌症的症状 - 然后那个恐慌症的症状就是 - 会从这个脊椎的地方 - 好像就是瞬间有一股那个麻痺 - 就只串到这个头皮 - 然后整个很麻 - 感觉是觉得我当下 - 就不能呼吸我要死掉了 - 然后我会常常去花式 - 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一次 - 就在恐慌症那段时间 - 有一次我就买了一些 - 香草植物 - 然后回家 - 回来就这样子剪啊 - 然后做柴啊 - 那段时间其实是 - 还有接触一个 - 另类疗法叫花精 - 那花精也是从植物里面 - 去体验的 - 然后后来我其实就没有再去看身心科 - 就没有吃药 - 所以我一直觉得是 - 香草植物 - 还有这个花精 - 它其实带给我力量 - 然后它疗愈了我 - 我就不用再看医生 - 然后一直十多年到现在 - 对 没有再发作 - 我觉得因为我对香草非常非常的热爱 - 看到香草我就会想 - 今天来冲爆什么香草茶 - 那就用玩游戏的心态 - 觉得它们可以撞击出什么火花 - 它们会产生怎么样不同的香气 - 我渐渐的也会把它运用在生活里面 - 比如说初期是泡茶料理嘛 - 因为我就很喜欢做一些DIY的东西 - 然后后来我也试着去把它编成花管 - 或者是做成蜡烛 - 然后或者是做成什么泡澡的欲求 - 就是生活相分方面的 - 然后料理方面就把它拿来做成香草醋 - 香草油 香草酒 香草盐 香草糖 - 就是所有所有我好像生活里面 - 只要一看到一样东西就觉得 - 这里可以有什么香草 - 因为我就在这个东西 - 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它可以变成 - 什么样的一个对身心 - 或者是对居家有帮助 - 或者是说增加那个情境氛围的东西 - 因为喜欢这个东西 - 想要把它扩大到整个生活的面向 - 感受到你的那个香草满屋的氛围 - 然后也自己亲手去 - 有了一亩香草甜 - 然后依照节气 依照时序去种香草 - 因为我觉得直接接触泥土 - 然后去把一株一株的香草种下去 -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路走来 - 大概做了努力就是因为我就爱它吧 - 回头来看觉得恐慌症也不算什么 - 觉得老天爷就是安排我来做这件事 - 让我借由香草疗愈了自己 - 然后再把香草发挥到这么极致 - 然后让自己的故事去鼓励更多人 - 对这个应该就是我生命的价值啊 - 那我觉得从今以后 - 今年五十一岁 - 从今以后一直到老 - 我觉得我永远都会跟香草在一起 - 永远会用我跟香草的故事去影响 - 然后打动更多人 - 许多父母会为了孩子的健康发愿如素 - 而Julia也不例外 - 近几年来她非常用心地研发香草燕客菜 - 希望能够将香草和蔬食 - 带给她的幸福和感动 - 跟更多的幸福的好友一起分享 - 回想我当初吃树 - 其实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儿子 - 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- 好 那我就来开始吃树 - 就是希望儿子的身体开刀可以顺利 - 然后那时候儿子应该是一岁半 - 他今年已经22岁了 - 一开始吃树的时候 - 还是会去买一些什么树料 - 那些回来住 - 但是我觉得接触香草之后的树 - 还蛮特别的是 - 香草它非常能够替蔬食提味 - 各种的 各种不同的 - 都可以用各种的香草去试 - 后来就渐渐的就是 - 也就不会再去买那些加工的蔬食制品 - 就不喜欢 - 就觉得那个味道我不喜欢 - 拌香草料理餐会 - 其实一开始自己的想法只是很单纯 - 就是分享香草跟蔬食的结合 - 可是慢慢的就会从来的学院当中知道 - 原来对他们来讲香草料理 - 这个餐会意义是什么 - 原来他体会到在厨房做菜的乐趣 - 也从这个餐桌影响到他们家的餐桌 - 对 然后也有一些人开始喜欢动手做料理 - 假日会让家人朋友一起在他们家做菜 - 然后会连接那个情侣 - 对他而言这个就是参加香草料理餐会对他的改变吧 - 那今天呢有帮大家准备了一套菜 - 那第一道我准备的是沙拉 - 就把一些新鲜香草的叶子拿来变成是稍微油炸的天妇罗 - 那还有做了一道烘蛋 - 我用的香草今天用的是九层汤 - 像是荷兰芹或是细香葱其实也还蛮适合的 - 那今天的主食我就是准备一个意大利面 - 这基底我有加了月桂盐 - 还有一点少量的奥勒钢 - 然后最后还有帮大家准备一道饮品 - 最后还有帮大家准备一道饮品 - 然后再继续看出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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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所以我觉得就是餐位学员 - 其实跟我回馈我很开心 - 说老师我们现在都一个礼拜 - 有一天两天吃素 -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- 很开心来这边能够学到 - 香草跟蔬食的结合 -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- 在中和有一家温馨的老店 - 他们用料理真心地对待每一个客人 - 也让更多的人爱上蔬食的好滋味 - 接下来赶快跟着梅君 - 一起去好好地享用一下 - 今天来到这家餐厅呢 - 是我的聚餐口袋名单 - 为什么是我的口袋名单呢 - 因为它的屏下除了包罗万象 - 吃什么有什么之外呢 - 重点是不会踩雷哦 - 赶快跟我去看看到底有多好吃吧 - 走 - 天想是综合老店级的蔬食餐厅 - 多样化品上 - 让客人吃都吃不腻的蔬食加油 - 今天陪在我旁边的是廖老板 - 你好 大家好 - 跟老板认识这么久 - 第一次跟他一起同桌吃饭 - 来 话不多说 - 赶快先来吃这个石锅拌饭 - 我之所以喜欢吃他们这个石锅拌饭呢 - 因为你看这边超级难的泡菜 - 我真的是很喜欢吃他们泡菜 - 那个酱汁是我们师傅 - 它自己是独特的配方这样子 - 所以一般来讲喜欢吃饭饭的 - 就是觉得它这个泡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- 而且非常难得的是呢 - 它的这个泡菜是没有五星的哦 - 要做到这个纯素的泡菜 - 又要做得这么好吃 - 发酵得这么刚好 - 真的很不容易耶 - 还有呢 - 它是用水泥去发酵 - 又是用化学的 - 非常讲究 - 这个里面的配菜 - 除了固定的泡菜跟这个辣酱之外 - 配菜都不一样的对 - 不地时的再更换菜色 - 这样客人才会吃人力 - 它那样吃在嘴巴里面 - 泡菜的这个酸酸辣辣的感觉 - 它也会有一点点炸物 - 然后也会有这种蔬菜脆脆的口感 - 然后也会有带有甜味的一些配菜在里面 - 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很丰富 - 而且吃都吃不腻 - 真的太好吃了 -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 -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 - 我们的这个也是热卖商品 - 对不对 - 不错 - 我们的蒸饺 - 来看看他们的蒸饺 - 都是师傅现包的 - 可不是像外面那一种 - 人家已经做好 - 回来只是把它拿来蒸一蒸 - 卖给客人等等 - 蒸材食料就是要这样 - 沾一下这个酱油一起吃 - 它的皮超级Q - 皮是当场现擀的 - 那擀的时间就是说你的皮的厚度 - 要刚刚的好 - 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 - 这好吃的逆绝在于这个皮 - 手工菜 - 对对对对 - 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 - 是香醇带给它的香味 - 然后还有这个高丽菜在里面 - 它脆脆的口感 - 还有一些这个冬粉在里面 - 都好好吃哦 - 不愧是在我们中永河区 - 变成一个老字号蔬食餐厅 - 今天要谢谢廖老板 - 是 谢谢你们 - 谢谢 - 食材多样且每日菜色更替 - 就算天天吃也有惊喜 - 重点是他们的厨师超会煮 - 品项再多都不曾采雷 - 每次都是撑饱饱心满意足地离开 - 信手拈来的花草 - 充满着不可思议的能量 - 尝的是蔬食料理 - 品的是生活心境 - 朱莉亚美好的香草生活 - 真的是无人不向往 - 蔬果生活制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- 谢谢您的收看 - 我们下次见 - 谢谢您的收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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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谢谢您的收看